输出就是最好的防御 众所周知 易大师的最大弱点就是很脆 没有防御 很容易被控制住然后蒸发 所以很多人就会出坦装或者盾弓 想借此增加存活率 但这样做真的是最好的吗 出坦装的确可以降低对方输出 增加存活率 但是想想 如果你有足够的输出能先把对方杀死 这样对方就没有输出了 所以输出是比防御本身更好的防御 请暂停影片想想看有没有道理 但我猜会有人说 不出防装的话你就会被秒掉 那也就没办法输出了 但如果出坦装 无论你操作多强 你每秒能打的伤害就是会比较低 就是会没办法秒掉对面 出纯输出 只要你够强 你就有办法在对面秒掉你之前先秒掉对面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都出纯输出 也能看到我在宗师轻一场杀那么大的原因 我是白剧易大师 目前有开400台币一堂的打野易大教学 有兴趣请密我的粉砖哦 没关系